OK 歡迎來到本週的馬克信箱 我是瑪莉 嗨 我是馬克 馬克信箱在接收大家的來信 念出你人生的故事 我們就是一個樹洞 有人說我們是解憂雜貨店 有人說我們是愛情青紅燈 愛情青紅燈真的離我們的世代有點遠 對 如果你有更講一輩的人在聽 如果今天你是六十路的話 可能你會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哎呀 有感覺啦 聽著節目那麼久 終於有感覺了 真的耶 我們就是一個這樣的單元 有些人可能只聽星期四的長版 那如果你熱愛性愛故事 你卻錯過了週一的話 我這邊大發慈悲告訴你 星期一非常閒失 您應該要聽 並且推薦給你所有閒失的朋友 我是中和的高高 他第一段呢 在分享他88歲外婆離開的消息 那其實是蠻drama的 就是外婆離開當天的早上 其實我們也沒有想過幾小時後 他就會離開我們了 那一天還跟冷戰兩年的弟弟 我們在醫院看完他要離開的時候 終於有獨處的機會 然後還演了一齣世紀大和解 總之非常豐富 但他重點是想要分享外婆 以前講過的幹話 他有很多很特別的想法 我從小就覺得我外婆超酷的 比如說我高中要指考大學前一天 外婆跟我說 你喔 明天會的答案不要全寫喔 蛤 你不小心是綁手的話 記者都會來家裡會很麻煩 外婆也太妙了吧 外婆不知道我的學測 只有57級分 根本沒有困擾 欸 倒數就是75級分啦 你是小外婆嗎 前幾年呢 有一件事比較瘦 但其實在世人的標準中 還是一個非常肉的人啊 外婆跟我說 你啊 不要變太瘦 瘦的話就會變得神經質 然後你會太美 走在路上 大家會一直看你很麻煩 外婆是不是是一個 安慰人的高手啊 就讓人放鬆高手啊 某天我跟我朋友去看外婆 外婆會跟我朋友說 哎呀 馬克啊 工作累的時候 你就跟老闆說 你要躺一下 一個月才賺那一點錢 OK的啦 你記得你們如果在家工作 要穿戴整齊優 在家才不會一直想躺著 我外婆在家的確都打扮得很潮 還穿靴子 哇 外婆她在那個年代 就可以理解現在的躺平主義 這個很 她很前面欸 對啊 因為其實 我們每一個世代 一代會有什麼樣的流行 是跟上一個世代息息相關的 就是在那個世代遍地是黃金 只要努力就可以出人頭地的時候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因為她看自己的爸媽是這樣 出人頭地 就會知道說 喔那我這樣努力也要成功 但其實時代風格會變嘛 所以努力可以成功的時候 那是上一代的那一群人 到我這一代的時候 可能會變成 努力也沒有辦法成功 可是我還是沿襲了那個努力的想法 我還是繼續的拼去努力 然後發現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 這個時候呢 下一代就會看到我 他這麼努力 也高不成低不就 那我們就躺好吧 那我就 就擁抱小確信跟躺好就好 所以這其實是 一個世代一個世代 研習下來的東西 可是在外婆 在那個世代 你應該是要很努力 然後逼大家說 你就要努力念書啊 念書就會有成就啊 然後可是外婆 就已經看透了躺平 這件事情欸 外婆還有很多的名言 她在某一點紅包袋上面寫 做你最容易做到的 快樂 然後也在某天跟我說 你要愛自己 你要聽自己心裡的話 才會心想事成 哇 外婆也懂吸引力法則 外婆也懂宇宙的頻率 有一天外婆跟我說 我現在都沒有夢想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想到什麼都做啊 夢想是沒有實現的 才叫夢想 外婆也懂執行力 幾年前外婆說 我以前量血壓 一下高一下低 我想那個辦法 不要了呀 逃避 我現在看到她這個來信 是我以前國中會用的性質欸 你說這一隻嗎 對啊 她叫什麼我都忘記了欸 什麼GG GG Village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名字 我現在已經忘記了 尬的 我以前就是用這個 雖然說外婆是我祖父母 被第一個離開的人 可是她離開那天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想像中悲傷 可能是我看了越老 就看了比較開 只能說學不會說再見 就期待再次相遇 最後附上50元 Donet 祝大家跟身邊的人 狗狗貓貓 2022年身體健康幸福快樂 希望我可以搶到 三月追思會的票 希望希望希望 希望可以見到你 有一個溫馨提醒 柯震東家的 WIPO 是念WIPO 不是WIPO 因為它是WHITE 加SIMPLE 所以叫WIPO 今天又學習到一個奇怪的新知識啊 謝謝 我是吉利丹 我潛水很久了 現在寫信2021的4月底 我是從馬信 本來兩個月就可以讀到信的時候就想寫 結果現在都要拖到一年半才會讀到了 是兩年 謝謝 不過這一封也還好 你還是有提前會被抽到的提值啊 一直以來我都不覺得30歲對我來說會有什麼改變 因為活完30年還有好多年要活啊 但最近發生了一件讓我覺得 自己有點不同了 我年初決定離開前公司 我本來是老鳥 我知道老闆非常信任 從頭開始一起打拼的員工 很在意員工的情緒 因為老闆是一個無比感性的人 那我也知道他很感性啊 所以我要離職的時候我就小心翼翼 希望不要刺激到他 可是他還是情緒失控了 不 不 我做錯了什麼 你要離職 我這裡不夠好嗎 你為什麼要離開我 你讓我好苦啊 啊 你要 你要離職 啊 啊 啊 還沒離 啊 我現在來離一下 啊 啊 啊 他哭 他憤怒 他酸言酸語 他在工作場合晃神 哈哈哈哈 他在載著同事的車上怒開快車 哇塞 這真的是很失控耶 大爆髒話 好瘋哦 老闆發瘋了 好瘋哦 他平常是好人 是好爸爸那一種 他就私訊我各種文字 暗示著背信者 背叛 公司教完你們就走啊 公司開不下去了啊 彷彿我是個冷血渣男 情緒勒索我 甚至試圖去密我的朋友們想要知道我的近況 太離譜了吧 這種情形長達兩個月 我就在找工作和他的關心中來回擺檔 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會意氣用事跟他吵架去反駁 但是在冷靜思考多方詢問之後考量到產業的圈子很小 這些問題我就寫了一段合情合理的感謝說明堅定又柔軟的文字給他算是為這個事情畫了句點 那個時候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真的是個大人了 前幾天呢才追完三十而已 真的好喜歡王曼妮這個角色和他的故事 希望之後念到信的時候我也找到更明確的方向 冷靜成熟 祝自己工作快樂順利 來自於吉利丹 馬科馬力你們好 我是第一次寫信的冬天 張冬天 考理啊 我跟我男友分手了 總之為了忘掉他 我要走向我的下一步 我去拜了月老廟 下載交友軟體 很有意的介紹朋友 跟別人去看電影 我列了我十個條件 想跟你們分享 我一邊聽 一邊刷刷你心扮的聽的 怎樣怎樣 有沒有心的人 你有沒有刷一下 你是完全忘記這回事 刷一下 第一個人 帥喔 Alex 46歲 日本鏡 身長186 體重82 B型 魚座 魚座 魚座應該是雙魚吧 是46歲的日本人 大家看起來很像 在台灣玩Tinder 嘿嘿嘿 仕事在東京から台灣に復任して 台北に住んでいます 住台北 1.身高能在175以上 長相是由內而外自然散發的自信跟乾淨 因為我矮 優生學 或是要往高的地方拿東西的時候 這樣比較方便 2.希望他可以有耐心包容我的急躁跟不耐煩 在我沒耐心時可以靜下來幫我 3.因為我看中家庭 所以希望對方做事的時候 1.都是先想到家庭 但他不是媽寶 他是一個在我跟未來婆家會做良好橋樑的一個人 4.沒有一個讓我崇拜的才華 但不會顯得我很愚笨 這句話可以筆記一下 這句話就是呈現出了你的不自信感 如果遇到濾過的水要按讚嗎 濾過的水喔 我們不是你都把我從聯絡人排除不讓我跟認識的人 濾過水不是我認識的人嗎 嗯?濾過水是聽眾算是認識的人嗎 你不認識他們啊 他們對你有所了解 哦 帥嗎 你都走了就 No 凶 他也有幽默感 可以讓我發自內心的笑出來 5.我希望他是一個有自己想法 積極面對生活的人 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解決 但是不要堅持己見 有風度的看待事情 我隨便划幾個 全部都一餐match耶 每個人都match你耶 每個人都要你耶 沒辦法我放的照片太漂亮了啊 哇 那照片太誇張了啦 哇 6.能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但不迷失在當中 可以在朋友跟我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 我們可以一起約會 也可以各自生活並樂於彼此分享 7.拥有自己的經濟能力 而且他是願意花錢投資自己 增加自己生活品質的 我們可以每年出過一次 可以負擔家庭的開銷一半 也不會因為工作彼此冷落 我們能共患難也能同享福 8.不撵花惹草 互相信任 不欺騙對方認真對待我 9.希望他跟我一樣可以享受各種生活體驗 喜歡我的善辯與熱情 熱愛生活 也在我要衝過頭的時候 適時的拉住我 10.未來我是想要結婚生小孩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性生活 跟孩子教育都可以互相滿足對方 意見不同時我們可以好好討論 一開始說到我跟男友分手了 想到大學四年的感情就這樣沒了 覺得很感嘆 我想問馬克一個問題 怎樣 我跟前任交往四年 我沒有吃過一次醋 因為我完全信任他 就連他跟曾經的暧昧對象出去 我也覺得OK啊 因為我覺得男生如果有心想騙我 我一定不會發現 所以我就覺得這小事沒什麼重要的 但在我分手之後 反正他就是很快一個禮拜就找到一個 跟他未來規劃相同的女生 我朋友就說 你就是這樣才會被無縫啦 起馬克回啦 但我沒有辦法從他的問題兜到 為什麼這就是會造成你男友無縫接軌 我那個串不起來 為什麼 你朋友的問句其實蠻沒來由的 然後跟最後你問了問題 男生真的都沒有辦法自我約束嗎 這個是從哪邊串出來的問題呢 瑪莉剛剛苦思了非常非常的久 因為那個因果邏輯接不上 好像跳過了什麼東西 跳過了很大的什麼東西 其實問題的源頭就是 你沒有吸引力 就這樣沒了 所以他被一個更棒的吸引了 對啊 跟你怎麼樣去管理他 或是不管理他都沒有關係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人 那麼他就會一直在你旁邊 因為他就是被你吸住了嘛 那基本上會分手就是 你的吸引力不足了 或是不夠了 或是對方呢 他發現了更有吸引力的東西 不管那個吸引力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 反正總而言之呢 他就是現在暫時對你沒有吸引力了 所以他就決定要離開了 那男生不懂約束自己嗎 我們已經在黑四年了 你可能是一時的想要去 那邊的草叢中什麼看一看 那你便宜一點就回來啊 這個好像不分男女啊 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當下那個新鮮感實在是太刺激了 我就想要去做做看 這一陣子發生這個椅子事件 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Toys他缺錢嗎 他幹嘛要去炸毒別人 他就是神經斷裂啊 對啊 那他在享受的可能就是那個 刺激嘛 惡作劇別人的快感 所以惡作劇小王子的快感 也是有點類似這樣囉 可是惡作劇小王子的快感 對我們來說 他沒有傷害到我們啊 可是Toys這個是會傷害到其他人 對啊 所以有些人就是會做出這樣的判斷 那每個人不一樣嘛 你如果遇到了很喜歡刺激的人 那你當然就是比較難留住他 除非你也是一個 可以給予超級多不同變化的刺激感的人 他剛剛看來條件是蠻追求生活刺激的 要新鮮多變幽默感 我們勇於挑戰 遇到問題就要溝通 We good 那如果你真的遇到這樣的對象 你也要心理準備 因為你本來開出的對象是這個樣子 那他也很有可能會捨去你 去追逐其他的新鮮感 對啊 好的 希望你在新的一年 你做的任何的嘗試跟改變 會為你帶來你想要的結果囉 我是來自永和的Zoe 今天是我在這間公司的最後一天 這份工作是我一畢業就找到的 當初沒想太多就進來了 後來發現越來越不對勁 很多有能力的老員工相繼離職 然後我真的感覺到老闆的抠門 辦公室的文具 沒辦法申請 你要自己花錢買啊 老闆雖然說會辦我的離職歡送會 還不准大家出去買午餐 結果外送送來的時候很少 我只分到一個蛋塔 一個雞塊 同事常用事情做不完假日跑來加班 老闆就完全不聞不問 總而言之呢 我感覺到這間公司不太在乎員工的感受 然後福利又很爛 同事也難相處 拒絕溝通 我雖然做不到一年 毅然決然決定離職 進公司的時候我有男朋友啊 是從大學的時候就交往了 但出社會以後好多變數喔 對於自己跟未來的壓力 迷惘 還有兩人相處 日常的平衡 都一直壓迫著我們 其實我在聽馬克星相的時候 都覺得 唉 聽眾怎麼那麼傻 你當然是要愛自己才能愛別人啊 這就是應該大家都懂吧 你要唱Love Yourself Every Day Everywhere Everyway 但到感情的最後呢 我才發現 唉 原來我也早就把我自己弄丟了 我和他呢 擁有相同的興趣 可是個性差很大 我 少跟金 遇到不開心的事情 覺得 講出來就舒坦了啦 很愛跟他分享生活琐事 感受生活的高低起伏 因為我覺得 這些東西啊 這些感受啊 創作來說很重要啊 但是他不太喜歡跟我討論這些 他喜歡平穩的生活 遇到的挫折 就是默默的自己冷處理 閉嘴 撐過那段難熬的日子 我想要陪伴 但會被拒絕 但是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常常會說 你可不可以正向一點啊 你就是這麼愛抱怨 才會遇到這麼多鳥事 我聽到這句話 我真的醒了 我明明還有那麼多優點 你都忽略 你抓著我的缺點不放 我真的以為自己跟他在一起比不上他 之前誠意含上馬克信箱的時候有說過啊 愛一個人比起看見一個人的缺點 他想看見並好好珍惜他的優點 應該是類似這個意思 但我有點忘記了啦 我聽到這句話眼淚就冒出來 愛人好困難啊 好包容啊 寫這封信的時候呢 一直想到日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裡面 星緣結役的角色 雖然未來還是未知數 但我相信在未來我會遇到更好的自己的 謝謝你們 我們都越來越好 永恶的Zoe呢 也貢獻了100元 講到Coleman我想到 昨天史丹妮跟我分享 反正我們就會聊聊聊 就會聊到什麼 就其他女生我們就開始聊過年 你一定會什麼打電波音波鳳凰 就進場保養 對一定會聊這些療程 然後保養品怎麼消 什麼大聊特聊 後來呢 就是GG講到一個皮膚科醫生 史丹妮就在旁邊這樣點頭 就是有認同 我就想說 史丹妮你有做喔 我想說你剛剛我們在聊醫美的時候 你就說你都沒有做過 所以皮膚科醫生你又有點感覺了 為什麼這樣 可是皮膚科醫生我的確是可以去看啊 不是嗎 我就想你看什麼啊 他說要看他丁啊 他很常掌丁啊 然後他說 有一次 出去吃飯的時候 他想說奇怪 椅子怎麼濕濕的 他丁阿破這樣 好噁喔 然後又問他說 丁阿破了 丁阿破了你沒有感覺嗎 你沒有感覺嗎 好噁喔 然後他說 因為丁阿就是 你有講過丁阿嗎 丁阿是什麼 丁阿就是 常常會講到屁股後面 然後很像是痘痘 其實但他很硬 他就是會紅紅腫腫 一直痛痛的 但是他又不像 痘痘那麼容易 手會爆發 就是悶在裡面 然後有時候有人處理不好 丁阿他可能還會搞成 什麼蜂窩性組織炎 你沒有弄好的話 反正就是說 因為丁阿板就是一直痛痛的 痛痛的 所以當他真的破了 你也不知道就是很濕 然後我就說 丁阿破掉水量很大嗎 然後因為在吃飯的時候 前半段我都蠻安靜的 然後丁阿破水 我就很興奮 我覺得 你真的真的好奇怪 旁邊應該覺得說 這女人很傻眼 對啊 他說他還在看電影的時候 丁阿破掉 所以某個電影的時候 椅子上面有他的丁阿 好噁 好噁喔 然後我就說 因為他以前早期不是寫 屎尿屁起家的嗎 對對對 我說你迪阿破水 怎麼沒有寫部落格 但是他的體質就是很容易長丁阿 所以對他來說 那是一個很 羞恥嗎 很日常的事情 他可能已經不覺得 有什麼 屎尿屁的日常啊 可能不會隨便 踹在旁邊吧 或幹嘛 反正我就覺得 丁阿出水 這個 我好多的畫面 在我腦中奔疼 好噁 好適合寫段子喔 我要去23Comedy講 你要試 丁阿破掉段子嗎 我覺得不會有好評 真的嗎 為什麼 我覺得夠噁啊 你的反轉在哪 設計嘛 你現在要我設計 那設計不然 我就回家要想一個東西啊 我知道了 怎樣 320 怎樣 我們等你的 丁阿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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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感覺 有點感覺喔 我是辣掉 我還沒念我的信 我只是分享 丁阿破水 喔 馬克瑪莉 我是內湖的H 我有一個閨蜜 智友 盧盧米 我們是國中同學 那盧盧米是從別的小學 轉到跟我們一樣的直升國中部 所以一開始很不熟 但那個像國中還有法徑的年代 盧盧米剪了一個超醜 這是超醜的髮型 沒多久我們一群人就注意到 他髮型很醜 開始笑他 但我們就越來越熟 一起上學 一起下課 一起補習 畫畫 我們無話不談 很有默契 一個眼神就會知道彼此在想什麼那一種 雖然朋友沒有辦法排名 可是盧盧米絕對是我最好的朋友 記得高三那年自習課 他突然打給我 那自習課都沒有老師嘛 所以我就去走廊上接電話 我們就聊一些廢話之後就說 你幹嘛 你休學喔 盧盧米大叫 你怎麼知道 我什麼都還沒有說欸 的確盧盧米什麼都沒說 那陣子我們甚至沒有天天聯絡 但就是一個直覺 瞎猜的吧 沒有你沒有那種嗎 好像住在對方心裡那種默契嗎 你沒有朋友嗎 沒有 八年前打工到一半的時候 我發現盧盧米的表姐加我Facebook好友 也發現盧盧米的朋友自我介紹之後傳了一個網址給我 問我知不知道盧盧米怎麼了 我就點的那個網址是一個新聞 盧盧米走了 那年父親節前晚盧盧米跟爸爸大吵一架 跑出去想不開跳樓走了 我的鼎啊最後會是這種反轉嗎 這場三千多人鸦雀無聲 他媽媽跟我說盧盧米有提過自己好像有憂鬱症 希望媽媽帶他去看醫生 但他爸媽很忙 事情一直拖 憾事就發生了 他的爸媽自責不已 我也是 我剛剛說到了 我們都覺得自己住在彼此的心裡 可是我卻沒有辦法阻止這件事情發生的心情 到現在我都沒有辦法原諒我自己 我也都沒有釋懷盧盧米離開了這件事情 他走了我心裡那個巨大的空洞 這幾年我試圖一直從別人身上補足 所以盧盧米走之後第一二年 我很容易把不錯的好友就覺得 就是他好他就是第二個盧盧米 是他嗎那是他嗎那是他嗎 但最後都是我的得失心太重收場 這樣的心情維持好幾年之後 現在的我變得很不容易把朋友放在太重要的位置 新認識的人也幾乎不會被我放到朋友池裡 身邊的人分類依據都是同事的範圍同事的範圍 朋友這一塊我已經自動不敢去想 前年我跟仙人男友在一起 男友跟我認識十幾年 是我跟盧盧米的國中學長 他也知道盧盧米對我的重要性 會陪我去聊他 去他的排位前跟他聊天 去年我把盧盧米走了之後 對人際關係所有的心境轉變 到現在我面對朋友的心態 全部跟我男友分享 男友沒說什麼 只跟我說 我會陪你到走出來 然後給我些建議逗逗我笑 他知道他沒有辦法補足 盧盧米離開了空洞 可是他會努力的讓我稍微忘記那個空洞 我很感謝現在身邊有這麼好的另外一半陪伴 有時候讓我覺得 其實那個洞有沒有被補足也沒有關係了 現在看見身邊朋友 有跟我跟盧盧米一樣的相處模式 其實我還是很羨慕 但我告訴自己 沒關係 我很幸福了 有一天 我一定可以走出來 雖然現在的我還是非常非常地想念他 很抱歉第一次來信就這麼沉重 下次跟你們分享我跟男友的浪漫愛情史吧 不只浪漫 我們還信誓美滿 而且男友以前也喜歡過 盧盧米喔 好的 祝福你們 夜配接不完付上一百元 哇 那這樣男友陪你在跟盧盧米說話 修他自己心裡面也有要對盧盧米說的話吧 應該是 嗯 沒關係 你的低檔情緒 我們用其他人的高亢情緒來概過 馬克 瑪莉 你們好 我是辣椒屌 我的信在21W16被念到了 而且還是當周標題 我好興奮 我好興奮 我好興奮啊 當天我聽了十次 我才心滿意足的入睡 超多 然後呢 那個周末 我就跟認識十幾年的國中好友相約爬山 到登山口的車程大概要兩個多小時 在車上的時候呢 彼此就更新一下各自的近況 花了一個小時 我看大家話題快要結束 我抓準timing問他們說 欸 要不要聽馬克信箱啊 你們有聽過馬克信箱嗎 我開車無聊都會聽喔 我放給你們聽 哇 這是三拍啊 不給大家回答直接做 放的正是小弟當標題的那一集 辣椒屌 鄭重紅心 車上大爆笑 直接推坑成功 用自身精力傳福音 果然是最有效的 願我大清點叫香火鼎盛 持續擇劈藏身 這次主要要分享的故事是我當兵時的去世 七八年前我跟馬克一樣是個菜鳥排長 當時我跟著部隊到了屏東參加演習 進入住在海生館附近的營區 那個營社還沒有改建 相當老舊 營社內沒有浴室要走到另外一棟的澡堂 那那間澡堂排水不良 人多的時候 好噁喔 對 洗澡水會淹到腳踝 好噁喔 可是因為白天操課 一毛水 全身都是沙土 只想要快點洗澡休息 有一天呢 我洗澡洗到一半 等一下 怎樣 那萬一有人邊洗澡邊尿尿 我就聽到了四五間的隔間 開始出現了咒罵聲 咒罵聲 咒咒咒咒 我操你媽的兵 接下來是隔壁間 就從四五間那樣慢慢一清一清的傳過來 咒咒咒 然後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最後我也噴出了我畢生所學的國罵 原來有個天兵 他洗澡洗到一半 他想大便 怎麼可能 他就蹲下拉了條屎出來 那一條屎就順著 滿道腳踝的洗澡水 飄了過來 好噁喔 他飄進我隔間的時候 我還沒發現 直到 他輕輕的碰到我的腳踝之後 我低頭一看 啊 是條屎呢 他在丘你的腳踝 哈囉 哈囉 這邊有大便喔 嗨 看我 哈囉 他就狂罵了一大堆髒話 瓜好 如果怕黃標的話 請Sunny消音 驚慌之餘 我就用此生最快的速度 洗完戰鬥澡 洗完澡離開這一池食水 再到外面的洗手台 仔細清洗我的腳 那位天兵呢 當然就直接被趕飛 現在想到我的頭皮還在發麻 怎麼抓到他的啊 要是我絕對不承認 但是天兵他們都有一個特質 他們會做這麼天的事情 他們也會承認 啊 就是我啦 誰大便 啊 不是大家洗澡都會順便大便 沒有碼頭你大怎麼便 天兵啊 我想大便就蹲下來了 你對天兵是沒有辦法講道理的 你講道理 你越大聲 他還是這麼平靜 他就是一臉的驚慌 看我做錯什麼嗎 你不許模仿天兵 天兵真的就是這樣子 他的眼神是這樣 眼神就是純潔的 純潔 非常純潔 啊 是喔 我不知道不行耶 你在當兵的時候 你會遇到很多 不知道他們怎麼長成人的人 然後很多就是耳包啊 聽不懂啊 你不管怎麼罵他就是 嗯嗯嗯 對 幹嘛這麼生氣 你真的沒有辦法啊 好啦當兵還有許多蝦事 下次再來寫信 最後付上100元的辣椒條 沒有比這個更噁的吧 拜託泡死水耶 重點是他還飄到你的腳邊 跟你打招呼 嗨 馬克瑪莉 我是魯瓜 我想要分享我跟我前同事的故事 前同事呢 叫他觀察家好了 觀察家是比我資深的前輩 剛進公司時 我們在不同的單位 可是業務上有一點交集 他都會專業 耐心的幫我解答疑惑 後來呢 跟他調到同一個單位 雖然說不算熟 可是他輕鬆溫暖的氣質 讓我覺得啊 很安心啊 即使遇到無法處理問題 感覺都有人願意而且可以幫忙 平常聽這個觀察家在講電話 總是暗自讚嘆 他的EQ跟溝通技巧怎麼那麼好 我可以感受到電話另外一頭 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他都可以溫柔 堅定的表達自己的立場 也不會讓對方生氣 也不損害自己的權益 我就覺得天啊 這個情緒控管能力極差的 我很難達到那個境界 之後觀察家又調到了別的單位 我們就沒有聯絡了 直到前一陣子去他的新單位開會 看到他略帶疲憊的眼神 會稍稍關心他 我們又開始聯繫起來 我想借這個機會推廣馬信 希望藉由馬克馬力的幽默跟溫暖 給觀察家一些能量 結果才發現 蛤? 啊你資深點友喔? 呵呵 後來還跟我分享馬克馬力的感謝信 還有Colin片段 雖然說一個菜皮疤跟資深點友傳教好巧 完全不糗 完全不糗 那只會讓資深點友心懷愧疚 這個新聽到要跟我傳教 我還有臉叫資深點友嗎? 我還是濾過的水嗎? 我是潛水點友 我還有臉活在這世界上嗎? 那我就理解了原來觀察家可以這麼棒 這麼親切 這麼溫暖 究竟他是濾過的水 喔 這我倒是不甘當啊 我倒是覺得聽我們的也是有很多有障礙的人啊 大便那個不知道有沒有聽 祝福觀察家在新的單位可以越來越順利 達到離開時的目標 最後抖那一杯熟成冷露的30元柱 馬姓長存 馬哥馬力你們好 我是妮可 剛入教 資歷只有一年多 是因為姐姐在我們做手工的時候放了處女約炮 我就愛上你們了 之後呢 騎車坐家室上班都會聽 聽著大家分享的事情 好像都沒有人分享自己的小孩 那我想跟大家說 我家有個過兒 過兒 哥哥 過兒是過凍兒的簡稱喔 喔 我兒子8歲 從桃園搬來屏東半年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樣去教這個小孩 過凍時情緒障礙 我是上夜班的 平常小孩都是我一個人打理 兒子中班才在醫院檢查 發現是過凍兒 之後吃藥到現在已經小二了 在學校狀況很多 推人 打人 連老師都想打 二年級呢 一般只有12個小朋友 我啊 每個人的家裡面都去過了 因為 我要一意去跟人家道歉啊 我兒子每個人都打過 我真的很無力啊 然後我就會被其他家長罵到臭頭 我真的有在教 可是他不聽啊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過凍兒的想法是什麼呢 我想跟大家說 誰都不想要生出這樣的小孩啊 可是既然我的小孩是這樣的 我也希望可以給他機會啊 這一路上我聽過很多難聽的話 學校主任說 我沒看過這麼不受教的孩子 家長說 有兵就吃藥啦 有兵幹嘛來上課啦 家長會講要求我們轉學 讓我最受傷的是自己的親戚小孩 也是過凍 又讀同班 常常兩個都在打架 可是那個媽媽三不五時都會來家裡指責說 你怎麼教小孩的啊 罵我就算了 還要罵我男朋友的爸媽 搞不懂 你自己明明也是過來人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跟我的兒子呢 我兒子功課考試都很好 就是不愛寫作業 常常寫到半夜才寫完 我每天這樣盯 我也很累啊 最近發現他偷我的錢去買玩具 我已經跟他冷戰三天了 不想管 不想罵 也不想打了 平常都會給他一點點零用錢 然後他的玩具多到爆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要這樣 Toys 你明明錢這麼多 你為什麼還要炸賭 他小孩不是Toys 曾經有想過 帶著兒子一起去死 說不定下輩子他可以做個正常人 可是我不敢 畢竟他也不想也不願意是個過動兒啊 我知道我兒子愛打人不好 誰都不想自己小孩被欺負啊 可是他也吃藥啦 每個禮拜固定去醫院上課啦 學校也上資源班啦 教也教了打也打了 沒什麼改變啊 我的耐心也快被磨完了 我真的好累 想跟大家說 如果身邊有這種小孩 給他們多點機會 多點耐心 多點愛吧 不要老是指責或是批評他們 不知道多久才會被念到這封信 希望念到的時候我兒子會乖一點 不要讓我擔心 謝謝你們讓我吐苦水 平安 愛你們 媽媽你太辛苦了 媽媽還貢獻了一百元 媽媽 這個家裡面有生病的小孩子 真的是蠻辛苦的 因為一般啊 就算沒有生病的小孩 其實教養都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不要說高標啦 就是很好的父母 有及格的父母 其實都非常非常少了 那更不要說 如果你的孩子是有問題的 你可能需要更多的 除了愛之外 除了關心之外 你需要更多的知識 去幫助他 那 因為現在我們也都是大人了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說 哦 原來長大是這個樣子啊 長大 其實並沒有一個什麼界線 就是你跨過了以後發現 哇 我自己真的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都已經到了40歲 我還是覺得 我自己超殘缺的啊 就是 殘缺的我要怎麼樣去 帶一個小孩 或是讓這個小孩體驗到 更有愛 或是完整的人生 我覺得 常常啦 我們大人都還沒有辦法 好好的面對自己 跟整理自己的時候 我們又要去處理小孩 那這個時候就 蠻麻煩 很難啊 真的蠻麻煩的 馬克馬你好 我是高雄的Mapple 長久以來 我一直活在夢夜裡 嗯 我高中被霸凌 嗯 當時的我很不會看場合 嗯 我動作慢 我很天真 嗯 我又很胖 我很多缺點 其實我不太記得了 你不會在洗澡的時候大便吧 不至於吧 現在的我 把它一一改變了 所以我也忘了 不記得了 嗯 這個情況 當時在國二患 搬倒之後 越演越烈 哦 因為連搬倒 都一起霸凌 嗯 雖然沒有直接的加入 可是卻是助長 這是讓我更痛苦的原因之一 嗯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沒有去畢業旅行的我 要抄當時 所有科目的 課本獎 這個為什麼 我當然不可能抄完啊 為什麼啊 所以班上的同學 畢業旅行回來之後 我每天放學 繼續抄 一天沒抄完 就用藤條打我的手心 我忍 但有一次 他因為班上的事情 他不開心 就把我叫上去 給他打 讓他泄憤 我靠 甩到藤條斷掉 他才停手 老師真的人渣 變態 畢業之後 我非常感謝 我遇到好的高中老師 我沒有走上歪路 真的是多虧他 但很可惜 當時我的個性 已經有點扭曲了 並沒有改變我的高中生活 但至少在這個老師的教學上 我是免於被霸凌的 高中畢業後 我除了改變 除了身材以外 會被人討厭的所有缺點 所以大學就沒有這些事情了 這麼厲害 也有可能大家在忙自己的事情 不會你知道 關在一個教室裡面 就是你我的一個八角龍 可是我知道 我已經不一樣 我改變了 我加入了劍道社團 我參加了比賽 也幫忙協助舉辦 還當上了社長 大學最後一年 帶著學弟妹去打大專盃 考學到二段的段位 拔刀數出段 我在大學後 減肥成功 三個月我瘦了三十幾公斤 劍道也是很累的啊 以前政大 極劍隊跟劍道是 用同一個場地 就是他們是一三五 我們是二四這樣子 但回到開頭 當時那些的回憶都會讓我陷入悲傷憤怒的情緒裡 這十三年來一直都是這樣 我做夢會夢到我去殺光那些霸凌我的他們 也會夢到當時我跳樓選擇自殺 我就沒有這些煩惱 其實我知道 這些原因在我身上啦 霸凌者有錯 被霸凌者也有錯 如果我沒有那些缺點 或是當時的我 沒那麼天 我會看人的臉色 或是我懂得要去跟爸媽討論 我可能就不會一直活在夢夜當中 那可能現在我應該要忘掉這些事情 開心的活著 不用忘記啊 那就是你的一部分嘛 我覺得那些事情就像是 囚徒的腳練 練球一樣 卡在我的腳上 現在的我 還是很想死 不管現在日子有多開心 或是我的工作 已經有很多人肯定我了 我還是想死 唯一沒有自殺的理由 可能是因為我知道 我在這個世界上 身體是父母給我的 我不能傷害我自己 可是我內心又希望 我可以離開這個世界 謝謝你們跟迪友們 聽完這封沉重的信 希望下次可以帶給大家 更好更快樂的事情 辛苦了啦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長大 至少你還是長大了 而且現在聽起來 也變成一個蠻好的人啊 但可能就是很矛盾吧 反反复复 希望就是長大的你可以 藉由去學習 包括像我最近接觸到的 深度心理學 或是ACT 或承諾與接納治療 那這些呢 都是對於我們去 整合我們自己 跟幫助我們自己 有幫助的一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去看看 然後自己當自己的救世主吧 自己救贖自己 嗨馬克馬力你們好 我是來自於台北的安眠書店 我想跟你們分享 我暗戀我右邊同事 天秤男的煩惱 由於是同部門的同事 我遲遲不敢告白 我害怕失敗以後 不知道怎麼樣繼續一起工作 公司啊 我們沒有什麼互動 不怎麼講話 但私下 我們每天都會小聊天哦 不是聊很久啦 但每天都會打屁聊天 一下 也因為做隔壁的關係 我不自覺每天都會偷偷觀察他一舉一動 尤其是午休的時候 我就像安眠書店的Joe一樣 開始偷拍他 或是上臉書看看他有沒有更新動態 或是按了誰讚 跟誰有互動 直到半年前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聊天次數越來越少了 他開始使用貼圖來敷衍我 我一直在思考 是我哪裡表現不好 還是他其實有交女友了呢 不是啊 每天聊廢話你不膩嗎 在公司我每次跟他討論事情的時候 我都無法像跟其他人相處那樣的自然跟他討論 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他相處 其實在部門中 我屬於很少跟別人分享事情或聊天的人 天秤男也說過 常看我跟別的部門感情比較好 對自己人都很想聊天 希望我再熱情一點 說實在我也很討厭這樣的自己 總覺得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天秤男也覺得我不喜歡他或是男親近呢 唉 但我覺得部門同事會有些厲害關係 我無法跨出內部做自己啊 其實我很想跟他說 前陣子我開玩笑說希望你離職 其實不是因為我討厭你 是因為我很喜歡你 這樣我才能有機會有勇氣告訴你我喜歡你 可以做我男朋友嗎 想問馬克馬利 你們是能談職場戀情的人嗎 同部門會每天一起合作的那一種喔 哇這一段你在講啥啊 那不就是以前在學校可以談戀愛是一樣的 你說同班的班隊這樣子喔 對啊 喔對因為職場我沒辦法想像嘛 班隊我都是談了好幾對 他其實談了好幾對 班上的女生都談過了 你不要在那邊造謠 沒有談的一定是有些厲害關係 比如說被別人鎖定了 學長鎖定了 他不能動 他萬萬不能動 他可不是會拉屎的天兵 是誰的眼神鎖定我 喜歡就是這麼喜歡他 覺得不能錯過他 去往前靠一步啊 你們是會一輩子的同事嗎 哎呦欸 這個發言在六年前 我是不敢相信 這是從吳瑪莉的嘴中說出的啊 不是 除非你的那個部門是 比如說鐵飯碗 你們兩個就是會在那邊待很久嘛 你們待到老死是不是 不然你看一天到晚大家 就是每兩三年工作 就輪掉輪掉輪掉 也還好吧 自己的幸福自己掌握了 馬克瑪莉我是這個怎麼念啊 R-O-L-Y-A-T Rolli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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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分享我跟叫軟體認識的男生的故事 好 初次見面是他划船順便結束之後我去找他 哇 我就發現啊 跟照片一樣 運動型帥哥 完全買菜 小劉之後 他開著四個圈圈的車子送我回家 好 繼續聊彼此的生活 之後他每天都很主動跟我說早安開話題 他很喜歡運動喔 爬山划船游泳告福田三項 什麼都難不倒他 很厲害喔 對生活工作理財都很認真積極 我當時就是知道工作存錢旅行 工作存錢旅行 我沒什麼人生目標的人 聊天有時候感受到我們的落差 認識了第二週某天半夜 他突然問我說要不要來找我 我以為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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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事情了嗎? 要找我怎樣 冷靜一想 喔應該是要約吧 我就拒絕他了 因為我想要的是長期的穩定關係 但是他還是很有魅力的一個人 之後還有再見過一次面 我真的喜歡他的自信 他的正向 他的人生經驗 可是一樣的問題還是存在 他時不時會在深夜問要不要去他家 我就發現他不是我想追求的 於是我們就不再聯繫 滑船選手 雖然說我不再聯繫 可是心情還是很差 過一陣子我突然想通 我覺得不行不行不行 你不能再追隨別人或羡慕別人了 所以我開始做了很多一直想做的事情 比如說我開始爬山 有了第一座百月就有第二座 我現在已經爬了十一座 好厲害喔 我也開始學游泳 原本我是很怕水的喔 我現在開始學習 我下個月要考自由潛水執照喔 所以真的我就是滿滿的respect 我還開始買股票 我看了很多理財書籍文章 我列出我的理財目標 我穩定的增加我額外收入 我還重拾以前很喜歡的跑步 我完成我第一場21K半馬 我上個月完成人生第一場 51.5K鐵人3C啊 我之前還要學開車 下個月希望順利考到價值喔 好好好 其實一年半裡 我沒有對自己設定時間限制 我就是把我想做的列出來 我慢慢完成 其實在練習或達成目標的時候 我心裡已經不會再想到那個男生了 我是越來越清楚我要什麼 然後也對我付出的努力感到開心 你真的很強欸 他真的超誇張的 一直到今天我去上教訓班的某個時刻 所以我突然想起了他 如果我晚一點遇見你 會不會我們就有更多話題可以聊呢 會不會我又變得更有自信的可以說出我所有的感受 但如果當時我沒有遇見你 我還會有這些轉變嗎 你可能就不是現在一個這麼強大的你 他就是你人生的貴人 所以他要說 謝謝你曾經帶給我的開心失望跟難過 祝你幸福別來無恙 而且就算你遇到了他 他其實還是要約炮啊 他還是不是你要的那個人 你的確會有更多的話題 但這些話題他只會覺得說 喔是是是是 你也可以做些 那可以來我家了嗎 脫個衣服吧 付箱一百元 瑪莉 瑪克 嗨 我是姿姿李 因為我想要知道多久才能被念到 所以我想要請你們幫我念出日期 我寫信的今天是2021的5月3號 馬克信箱21w12的那一集 我是裡面那個存錢要安樂死的那個人 那封信呢是2020年寫的 我隔了一年多聽見自己的信 我很shock 我很驚訝的是 我沒有真的存錢就安樂死了 那個時候的憤怒全部化成了力量 讓我從在高中的PR99 你這個PR99的意思是不是搞錯了 PR99不是很強嗎 對啊 他後面的括號寫說 300出頭的人數中 我那時候都是290名左右 你應該是PRE吧 現在成了戲牌70還是10 甚至常在小考得到一二名的名次 會這麼努力呢 都是因為當初自己想要出國的夢 很感謝你們有念到那一封信 讓現在的我更有動力了 也要謝謝自己啊 從2020年2月寫下信 到現在2021年的5月 這之間都沒有放棄自己原本的夢 這封信呢 我預估啊 會在2022的5月才被讀到 那希望那個時候我 如願拿到了名額成功出國啦 還要謝謝在那一集底下的留言 點友Skyler Wu 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Skyler現在都還有繼續在留言啊 所以謝謝謝謝有在下面留言 分享自己的可能是過往經歷 然後可能聽到了相同 然後你是怎麼走出來的 然後給提供給予幫助的點友們 那也跟你說一聲you're awesome 就這樣 Julie 欸你真是力紅粉耶 不是因為接下來這個宗室組 他古典流行跨界提琴手 台灣弦樂團小提琴大賽首獎 白羊獎最佳影片 TikTok迷音背景音樂創作 P站主題曲改編 不管是動漫音樂或日本流行 或是搞笑短片 他是外表看似男孩 技巧卻過於常人的小提琴手 Boy Violin 這麼厲害啊 YouTube TikTok Facebook 搜尋Boy Violin IG搜尋Boy底線Violin 演出邀約請寄信到BoyViolin 4341小老鼠Gmail.com 另外祝愛吃做的Boy Violin 18歲生日快樂 我才18歲啊 這是一種話術吧 什麼意思 你永遠18歲啊 喔 我是覺得他是真的18歲 真的啊 對 很容易被說服 人家就好無憑無懼 真的啊 林真谷航創新台灣傳統米食 新的一年大家過得好嗎 一年過年時忙到翻掉 忘記來留言了 欸等一下咪咪去林真谷航打工了是不是 這是咪咪嗎 我剛剛在心裡想是阿翰耶 很感謝點友支持 沒吃到年糕的朋友現在還有喔 祝大家開工順利 再撐一下就是追思紀念會囉 讚喔 台北的2730咖啡 發現救世主好多人都2月生日 果然是有愛的月份 板娘也是225生日呢 祝自己平安健康賺大錢 點友們來2730吃得開心又呆得舒服 烏薩克斯好啊 過了個年 你襪子換新了嗎 想穿舒適好啊 快上蝦皮搜尋烏薩克斯 點友專屬優惠碼請輸入 W-O-S-M-K-M-B 這裡我是好市美甲幹話版娘 年底一個可愛的美甲師離職了 然後我就忙翻天 我就忘記要想留的話了 那就祝福大家天天開心天天開心 反正齁 是用我男友賬號donate啦 發費也沒關係啦 哈哈哈哈哈哈 花的錢不是我的錢 祝福我接下來可以應徵到好的助理跟美甲師一起玩樂上班 Inhouse好市美甲IG記得要追蹤起來唷 人類36號簽到 大家好台客後 我們是位於嵩山區的上飲號 有好多點友情來購買 我真的就甘心 大家常問我說 欸上飲號你們的招牌商品是什麼呀 我只能說全部都是我們的偶心立血之作 不曉得教主教母看到我們美女會選哪一杯呢 上飲號我來選一下 欸你竟然有薄荷口味的東西耶 喔對欸好像很多飲料店很少賣這個對不對 現在越來越少了 欸還有很多你愛的巧克力 真的喔 我第一個應該會 哇這個有點難欸 我會突然有點想嘗試肉桂蘋果紅 但因為每一家的肉桂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會有點想說你的肉桂是哪一個路線呢 那可能再想到最後 我就會挑戰看看很久沒喝的薄荷茉莉綠 欸你喝的東西真的是我真的不喜歡耶 哼我是台中的1122底線news 再來新的2020年 希望大家都可以漂漂亮亮每一天 那我們的IG就是1122底線news喔 歡迎追蹤我們 只要是點友預約 提前告知我們我是點友就有優惠 對上個月有點友問我說你們怎麼會是1122啊 我跟馬克同一天生啊 今天不說高家撈菜脯燉湯有多好吃 要放20年有多珍貴 2月17生日的這天 感謝十幾年前半夜能夠聽到清潤點點 原本只是當成睡前故事 沒想到入迷聽你們的聲音到現在 希望支持你們的心永遠不會變 我這個嗯 誰也說不準啦 但是宇宙的力量讓你真的在2月17號的時候 就是今天的馬姓 哇 歐嘎開工啦 但2月就有15個工作天爽 馬上又是2283天連假爽 冷冷的冰雨在臉上忽亂的拍 嗨我是楊老闆 一年一度的啊 情人節過了 214又過了 不管是想告白 想送自己 想補償想給驚奇 欸想補償很重要 喔 可以藉由情人節買一束花 過一個甜蜜的小日子 請上網搜尋酒 灰 馬姓救世主還要感謝愛朵兒 AdoraDesign 在Pinkoi搜尋愛朵兒教徒輸入 Imarci We Trust 75折喔 Bopomofo助音台 等待大家來光臨 可以內用可以外帶可以外送 報上點有另有優惠 IG搜尋bopomofo.taipei CJS跟安安台北咪咪簽到 咪咪 Mega歡迎大家追蹤我的IG At Billy底線MegaStop 一起來認清 如果有樂團表演助唱需求 歡迎找我唷 價格好說好說啦 棉花糖和風請聚三件組 嘖嘖目之好眠登場 阿拜阿拜他的那個頭髮被蘇小姐剪掉 他更醜了 他真的長得好醜 為什麼他要剪我家狗的頭髮啦 奧斯卡熱門片在車上你看過了嗎 這次邀請電影發行方東號電影的小編 欸這不是村上春樹那一部小說裡面的短片拍成的嗎 喔等我下 嗨喂 嗨 OK 好的好的明天見明天見 好拜拜 讚喔 明天我不做節目了 為什麼 我要去 我要去錄音了啦 那個很重要嗎 很重要就賺錢啊賺錢這麼重要 那個錢有很多嗎 比電台多啊 他有聽眾在聽嗎 他有聽眾嗎 聽眾現在要化成一個數據是不是 嗯 你說聽眾重要還是賺錢重要是不是 對啊 聽眾就是我最好的勤勒力氣 那你以後都不要去做三果汁啊 唉你不是叫我要多去外面走走嗎 哈哈哈哈 哎呀各位雙標仔就是這樣子啊 雙標仔啊 奧斯卡熱門片再一次 在車上你看過了嗎 這次邀請電影 你這一部是不是村上春樹的一部 是是是是 小說裡面的短篇翻拍而成的 更多精彩內容都在品味巴尼選Barnies Talk 請上各大音樂串流平台收聽 喔對了我們還聊了一些變裝皇后的部分呦 你有那一本小說嗎 你是不是有很多村上春樹的小說 呃可是我好像比較喜歡他的長篇 我的短篇好像只有遇見百分百的女孩 我的短篇好像只有兩三兩本而已 對 山迪所有二月壽星還有我自己生日快樂呦 你家小孩是溜滑梯瘋溜滑梯吃溜滑梯狂嗎 走在社區看見溜滑梯欲罢不能抓不回家嗎 歡迎到台南溜小孩親子民宿 保證他們溜滑梯溜到反位啊 走在路上看到溜滑梯走得不一樣 小孩不可能會戒掉溜滑梯的啦 好像瘋子啊 我覺得他們不會溜到害怕 你帶他來台南溜小孩親子民宿住住看啊 你帶他來看看啊 好 不曉得最近流行什麼樣的視頻 希望他可以順便回應一下 欸現在大家都因為我覺得好像一陣一陣就是蜂巢 有一點好奇最近大家喜歡的蜂巢是什麼 金門藍色星空庭園 歡迎大家來金門住一住的報上點友令友優惠喔 朵拉專業美睫美學IG請搜尋DORA底線LASH底線Beauty DORA底線LASH底線Beauty 或是加入LINE好友atJDV7134D 輸入AwesomeMarcy領取點友優惠券 首刀預約起來 永文祝你2月7號生日快樂 桃園阿強祝你2月24號生日快樂 軟媽媽祝你2月10號生日快樂 軟媽媽 軟媽媽的老公 怎麼有軟媽媽 2月25號生日快樂 蘆洲甘腐金燒肉點友來直接變成尊貴會員 Acessaries by Leaf 回家作業 葉子的葉 火力快樂 2、3月的小巧虎隨時會衝出來 大家如果想要購買花花草草飾品的要盡快唷 貓貓突如其來的我想要找 瑪莉有說過 嗯少女才不會大便呢 她們都在廁所敷粉紅色的蛋 我有講過這種話嗎 嗯這是在哪一集啊 有知道拜託留言跟我講好不好 拜託拜託拜託 達菲斯香水美材各實體通路也可以挑選適合的禮物唷 你也可以到蝦皮賣場啦 點有專屬優惠碼Dear Marcy 最後呢要感謝聖樸 她說異星獵人真的是太棒了 我們下一集的異星獵人影片超長 你們願意看將近20分鐘的異星獵人嗎 嗯你們不要放錯焦點喔 大家都盯著你的咪咪看 對啊 那個是上天給我們自然的東西 不需要用一些好像很驚慌失措的方法看我吧 那是很natural的啊 歡迎大家用琴瑟的眼睛世間瑪莉 馬克瑪莉你們好 我是R 我跟Duncan已經結婚大概11個月 我們因為公司婚嫁的規定打算一周年的時候登記結婚 可是交往的時候 我跟Duncan多次因為他跟前女友聯繫就常吵架 但我選擇一再原諒 婚前一年他又跟他前女友聯繫 但這次我們已經準備要結婚了 於是Duncan就說我答應你我會封鎖他啦 我跟他斷絕關係 我就又相信他 婚後10個月我又發現我懷孕了 滿心期待這個生命的誕生 但這期間又被我發現 他又跟他的前女友聯繫 那因為我懷孕了嘛 孕期心情影響 然後你跟前女友聯絡又 我地壘我崩潰跟他大吵三天 我就說了千切結束 保證你不會再犯 但那個提議讓他崩潰了 千切結束你是不是不信任我 對啊 我去找我媽媽 去啊 他就找他媽媽尋求建議了 他媽媽就說 好好好我們來開三人家庭會議 好好好 我覺得齁 我兒子跟你在一起每天都郁郁寡歡 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兒子沒有錯 就是你們觀念不同 是是是 媽媽說的是 如果你小孩不要就給我們 What 啊你你要的話好 我也不會拆散你們 就這樣對我念了四個小時 他兒子我老公Duncan 就在旁邊一直哭 哇天啊 一句話都沒說 一直哭 等一下我這個前女友對她的吸引力這麼大 就是為何啊 所以有那麼多初戀電影啊 好奇妙喔 就這樣 在我的爸媽陪同下 我去醫院進行了人工流產 What 然後Duncan還是在旁邊 不停的一直哭 也沒有想要挽回我 也沒有想要說什麼 所以我就結束了短暫的同居生活 哇這也是 哇這個很痛耶 但認清了一個人 我也見識到了 人家說媳婦永遠是外人 就是這個意思啊 好好好 呼籲大家 找對象 真的要留意對方是不是媽寶 過了半年了 我努力閱讀 運動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現在對我的生活很滿意 OK Dunay一百元 滿意就好滿意就好 有走出來就好 這個好傷啊 好可怕喔 馬克馬力 我是潛水兩年的聽眾 馬姓是我上班時 集奶時的好涼拌 我會認真聽 以至於上班效率不太好 但我還是有好好把事情做完了 我是個從台北嫁到馬祖的 哇 七年級生 不知道是南竿還是北竿 現在是兩個孩子的媽 一開始不習慣馬祖的天氣了 到現在適應了 從熱鬧的台北不夜城 到夜晚的時候 進到只有海的聲音 現在還是會有人問說 習慣嗎 其實也沒有習慣不習慣 完全就是看自己的心接不接受而已 既然要在這邊生根了 也選擇來了 就愛自己所選吧 最後要謝謝老公 在六年前沒有離開 正在做化療的我 陪著我完成療程 然後帶我和你一起回來 你生長的小島 來自於牙 天啊 在馬祖 感覺是不是會心情好一些啊 非常的樂活 希望是這個樣子 然後讓你的身體更加的健康 孩子平平安安長大啊 馬克馬莉我是 Crissey 22歲 我要講我跟我姐姐的關係 我22歲 我姐姐25歲 從小我姐就是學霸 一路到大學喔 我就相反 小時候啊 我要問我姐作業相的問題 她就很不耐煩的回我 你為什麼上課不認真聽 我聽不懂啊 然後就很兇的教我 她很兇的教我我還是不會的時候 我就選擇放棄了 因為我不想忍受她對我的態度 我試了好幾次她都這樣 我就不問她問題了 我就不理解為什麼 為什麼你就不能對我多一點耐心 為什麼對我這麼兇 你大學明明當過家教 我就很不好受 你對別人家的小孩這麼有耐心 我沒付錢就這樣子吧 這幾天台灣疫情升溫 我就問她 姐姐那個股票新手現在適合進場嗎 她就說你自己做功課啊 每個人風險承擔不一樣 我不能告訴你適不適合 當初有沒有人教我啊 我自己學的啊 你為什麼 後面這一句多了吧 前面說的是沒錯 但後面這一句 還是可以分享一下吧 我也是自己學的啊 等一下你身手牌喔 對自己妹妹不用這樣吧 我就跟她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兇 對啊 你都不先自己了解 就要我教你 OK我認同我好我改進嘛 但是態度問題 你為什麼總是對我這麼兇 我好生好氣的說話 你都這樣回應我 我當下默默的安靜 你知道我心裡很難過嗎 你就對我追求 今天的通話我跟我繼續講 好吵 姐姐 幹嘛 我也不能說你沒有給我愛 因為你會記得 我喜歡肉桂捲 很容易被收買的妹妹 好可愛喔 這些東西 會在我生日的時候出現 收到你送我禮物我很開心 可是我最希望的是 我們的感情能不能再好一點 我說的好是可以像朋友 像好姐妹 阿牛班就姐妹 沒有她想要那種好閨蜜那種 可以無話不談吧 對啊我想要什麼都可以跟你聊 我想應該就是要共通 填成對上話題吧 好比說股票啊 哇你這個妹妹就是為了要追上姐姐的腳步 我其實是很努力的耶 欸很可怕 你跟她寫一模一樣耶 我必須追上你的腳步才能增進我們的感情 姐姐也有在提馬克星俠 我直跳預言家啊 姐姐我要跟你說 嗯 你每次凶我 我都很難過很瘦想 嗯 姐姐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對我 是不是你一定要看到我有不一樣的改變 才會好生好氣的對我呢 其實不會啊 姐姐 姐姐在你眼裡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我是一個沒志氣的人嘛 我一文不值嘛 一文不值過了啦 最後的最後 姐姐如果你有聽出來我是誰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點回應 天啊 你可以回應到馬克星俠或是其他的方式 我相信你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喔 我相信你聽得出來 現在所有有妹妹的女生都開始 這個是我嗎 喔給點回應啊 最簡單的回應就是 傳個line問說 欸你聽了最新的馬克星俠了沒 這就是一種回應啊 或者是說 欸我們一起來聽這一段 喔 這樣就知道說 好我接收到了 嗯 然後姐姐又說 你有沒有聽到這個妹妹 幹蠢爆 This 那個就是我 姐姐 那個就是我 好慘喔 總結 我有在檢討自己的態度跟想法 我很清楚我自己必須改變生活才會不一樣 不斷的努力學習 最重要的是朝目標執行還有毅力 馬克瑪莉 希望我不是你們說的那種思緒很亂的那種人 啊我的字體怎麼樣 太大嗎 還是太小嗎 還是有點醜呢 還是有點太小孩子呢 我只是好奇問一問 我可沒有給他加台詞喔 字剛好啊 思緒聽起來不太亂啊 就只是一個追著姊姊跑 追得很辛苦的妹妹 一樣啦 我覺得人際關係 我都還是會用吸引力講啦 就是姊姊對你的吸引力很大 可是你對姊姊的吸引力不夠 所以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就很努力要追上他 我就開始想要弄股票 他又不跟我聊 然後吸引力這種東西常常是 一旦定型了以後 基本上不太會 不太會轉變的啦 所以你在他的心目中 你就已經被定在 譬如說我們假設分那個吸引力層級 然後從這個ABCDE 然後A是最高級 E是最低級好了 你可能就一直在D或E那邊徘徊 那一旦你被定在那邊之後 你是很難往上衝的啦 那姊姊聽到一個妹妹 如此認真執著的追著自己 會有愧疚感 然後會想說好我對你好一點 但那個東西就是暫時的 因為畢竟呢你本來就是對我來說是第一的 我不可能用A的標準去對你 就算一下子 我說好啦我要對你好一點 但是很快的那個東西會消退會過 就是跟我們對待父母是一樣的概念嘛 有時候你對蘇小姐不耐煩的時候 然後突然某一天你會醒來說 她是我媽欸 我好像不能對她這麼壞 最近比較早醒來了 哈哈哈哈 太慘了吧 以前啦 我記得你的前大概三 前三四年的時候好像有蠻常就是 反反覆覆 對對對 而且那時候你還有去諮商啊 然後還學習一些想跟他共處的模式 現在這已經完全不是 我接納我自己 就是我們兩個人一定會有人不開心 我過好我人生那抱歉她會不開心 對就是最後你還是會回到 你原本對她的態度 她被你定位在第一層級 你永遠就是會回到那邊去啊 那你的意思是 我跟我姐姐這輩子 不可能成為像閨蜜的好姐妹聊天喔 你要先有這樣的打算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打破現在的現狀 在於你的姐姐就是吸引力 或是權力地位比較高的那個人 她有意識地自主地去做改變 就是她譬如就像你那個時候去諮商 然後或者是你去找到那個深層的關係 然後在每一次你學習到了一些新的技能 可能是呼吸可能是冥想 然後在慣性的反應要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提醒自己說 她是我妹妹 對然後她現在不是第一級 我今天幫她升到B級之類的 那個是要權力在上面的那一個人 然後在男女關係當中 或在感情關係當中 就是那個比較佔主導地位那個人 她自己願意去改變的時候才有可能改變 作為金字塔底端的人 你痴痴的想要就是我要做更多 讓她展現我自己的更厲害 讓她看到我的不同 這些大部分是徒勞無功的 但大家也不要覺得站在那個金字塔頂端 你就只是放手對我好一點有那麼難嗎 真的難 對 真的難喔 不是故意要惡搞你 很 這個練習要非常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是的 希望我們認知到自己在金字塔的是哪一個位置 如果發現我們對於這個人來說 可能就是在第一的位置 我們就要有清楚的認知 我跟他就是第一跟一的關係 你不要肖想說我會變成A級吸引力 那如果今天呢 我在一個權力關係當中我發現 喔 是對方比較依賴我 你要知道你不要對人這麼壞 哇 那事實上你遇到一個CC 互相相處的不是一個完美的絕配嗎 對啊 而且這個吸引力其實是浮動的嘛 就是也許今天呢 我跟你的關係 我跟你就是AA級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共識這麼久 但很有可能我今天遇到一個 假設一個新的主持搭檔一個 誰 誰 幹你瘋子喔 我殺他 對啊 那個關係又會不一樣 或是也有可能就是 我對於他來說 比如說假設 蕭強 我突然想到這個人 蛤 然後我對他來說可能就是可能Z級 他可能就覺得 幹你是誰啊 來聽我交集啊 對啊 我要跟你去主持 拜託 我國際美人中民主 不是 我國際美人修強耶 你到底要舉兩個例子 到底要舉兩個例子 現在搞得我很亂 好啦 反正總而言之我覺得最終最終都是 知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在哪一個位置 我們在兩極裡面的光譜兩端我們站在哪裡 我們在一個金字塔當中我們是在底層還是頂層 一定要來 英模惠爾 頂啊 脫口秀 哇靠 不要吧啊 頂啊 頂啊